人生万变,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在疫情的这几年,不知不觉也改变了我们问候的用语 之前我们会问说,你好吗?或者是你吃饱了吗? 那后来呢,我们会问,你注射疫苗了吗? 你有提升你的免疫力了吗? 你身边有谁被感染了吗? 而我的回应却是,感谢主,我还活着,还没有受感染呢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子的疫情之下,你还有心情笑得出来 但是你知道吗?原来乐观也是提升免疫力的其中一种方式啊 欢迎你在星期天的下午,透过多伦多AM1540星岛A1中文电台 或者是恩与之声的YouTube,Sawbomb.org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恩与彩虹 你好,我是小兰 恩与小故事,我们有一个叫作者免疫学 不是我说的,是由医生作家施以诺来提醒的 另外在恩与大电影,一起来重温这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叫Life is Beautiful 它不是一部喜剧,但是也不算是一部悲剧 你还记得,就是这个在集中营里面给小儿子说了一个很大的谎话 告诉小儿子说,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 然后就让孩子安然度过了在集中营的日子的那个故事吗?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 那微声细语,当然有舒适音传道要跟你讲小故事了 在美诗歌,我们今天也选了一首轻快的歌曲叫He keeps me singing 但是里面的故事却是大有文章 那我们能不能将今天的主题定为 即使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也不要失去盼望呢 将这个小时交给我们,还你一道恩与彩虹 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相信你也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说现在这个时代啊,拼的不是能力,不是财力,而是免疫力 当然因为我们有了免疫力,才能够抵抗病毒的侵害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施以诺博士呢,他也谈到了免疫学 由医生来谈免疫学,应该是最有说服力了 不过他这次谈的不单只是我们身体上面的免疫力 心灵上我们也需要有挫折免疫学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位人物 他的生平啊,是充满了取责和精彩 1809年,他出生在美国一个贫穷的农家 1831年,他经商失败 32年,他竞选州议员,结果落选 同一年,他申请进入某间大学就读 结果招受拒绝 1833年,他经商再度失败 而且这次失败得更彻跌,他破惨了 1834年,他再度竞选州议员 这一次呢,他当选了 38年,他争取担任州议会的发言人,结果失败 42年,他参选众议员,结果还是落选 不过呢,他却不气馁 在1846年,他再度的参选众议员 而这一次当选了,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 开始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展露头角 我们以为他的春天要来了吗? 在1848年,他参选连任 但是却跌破大家的眼镜,意外地落选 那接下来的1854跟56年 他参选参议员,落选 同时争取党内副总统的提名也失败了 那去到58年,他再度参选参议员 那这一次,幸运之神还是没有站在他的身旁 他落选了 那你听到这么多的失败,落选,破产之后 你会觉得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会不会就此放弃呢? 在1860年,就是他参选参议员失败之后 他参加美国总统的竞赛 结果他胜选了,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 这个这么有耐力跟韧力的人是谁呢? 他就是后来美国史上评价最高的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的一生挫折连连 让施以诺博士联想到免疫学的理论 在医学上,当一个人第一次被病毒攻击的时候 通常会有两种的结果 一,就是死亡 二,就是从此产生抗体 其实,挫折对人心灵的影响 就好比病毒对人体的影响一样 如果一个人走不出挫折 一直陷在挫折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当中 那么他就会从此一却不振,心如死灰 但是如果他能够走出挫折的阴霾 能够走出挫折所带给他的伤痛 那他就免疫了 下次再碰到同样的事情 不但不会再被击倒 还会变得更刚强 更知道应该用怎么样的方法去应对 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林肯总统一路失败 但是却屡败屡战 最终他终于尝到成功的果实 就是这套挫折免疫学的最好例证 挫折可以击垮一个人 但也可以造就一个人 所以当某个挫折临到你的时候 你的心灵是会被杀死 还是会胜过它 甚至在你的心中产生抗体呢 不要一直陷在失败的谢斯底里当中 试着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从中摸索情绪管理的艺术 下次再碰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相信你的表现 必然会更加成熟 更加得铁 著名的作者海明威说 人活着就应该是个不屈饶 斗不垮的强者 我听到我的呼吸 才说要尽全力 为人生种种经历 留下美好回忆 我感谢每次风雨 给我更多鼓励 让我领悟生命真正意义 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 创造值得骄傲的世界 我相信做好自己 我要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我就是奇迹 就应该不会说好 知道我心里 会有更大的天地 要相信自己不嫌弃 从梦想要不可及 都跟幸福相遇 我要用我的故事 证明我的能力 从前路走不下去 到风光更美丽 让我启发自己 无限千里 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 创造值得骄傲的世界 我相信做好自己 我相信我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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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心里 会有更大的天地 要相信自己不嫌弃 我相信做好自己 我相信我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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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心里 会有更大的天地 要相信自己无限机 上个星期的恩女大电影 跟你介绍了一部香港的电影 岁月神偷 面对生活中的磨难 命运的捉弄 他们从不低头 顽强地去对抗 并且深信 在风雨过后 必定会见到美丽的彩虹 即使面对磨难 或者人在困境当中 我们可以选择乘着应战 默默地忍受暴风雨的过去 也或者是换一个心态 以幽默的态度来看事情 当世界给了你苦难 你就还他一颗糖吧 今天特别想和你一起来 重温这部电影 说的是一个犹太家庭 在纳粹集中营里面的故事 电影的名字叫 美丽人生 Life is Beautiful 电影的前半部 走的是清喜剧的路线 说的是一个幽默乐天的犹太青年 到了意大利 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然后认识了美丽的女教师 这位贵多为了赢得美人归 什么法宝都使出来了 她的幽默风趣 还有搞怪 也让戏里面美丽的女主角多拉 情不知境地爱上她 最后贵多甚至在 多拉跟她男朋友举行的 订婚喜宴上面 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前 将准新娘 匆匆融融地劫走了 看到这边 你还是觉得我在看一部 很甜蜜的爱情喜剧片 但是话锋一转 当他们两个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并且生下了一个孩子 Joshua之后 在法西斯的政权底下 天地变色 贵多和儿子 因为是犹太人的关系 所以被强行送往犹太人集中营 而太太多拉因为不是犹太人 本来可以逃过一劫 但是多拉不愿意跟深爱的丈夫 跟孩子分开 所以他毅然同行 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 贵多除了色法要将孩子保住 同时也不让他幼小的心灵 从此蒙上悲惨的阴影 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面 贵多再次发挥他的极致 哄骗儿子则是在一场游戏 遵守游戏规则的人 最终就能够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回家 而天真好奇的孩子 对爸爸的话当然深信不疑 他多么想要一辆坦克车啊 因为这样子一个美丽的谎言 使得这个小孩能够在冷酷无情 充满了绝望的集中营里面 得以快乐地继续成长 而贵多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还是要让孩子坚信 这只是一场游戏 当游戏结束 得分最高的人就是大赢家 这只是一场游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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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贝托的父亲也曾经在集中营里面被关押了三年的时间 所以电影的部分是基于他父亲的经验编写的 也有些人却指出说电影没有拍摄很多被迫害的场面 也有人指出不应该对所有的事情都一笑置之 而且很不可信 但是也有不少的人赞扬罗贝托有艺术胆破和技巧 使用了喜剧的手法来表现悲剧 要知道这比用悲剧的手法去表达一个悲剧 难度来得更高 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荒谬 而内心也会产生更深的悸动 我很喜欢一位博客赛宁所写的观后感 他写道说 就算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 就算了无希望 死亡竟在眼前 他依然深爱着 并且用生命和智慧 保护着他的妻子 还有儿子 他的勇气和智慧 即使在战争的硝烟弥漫中 即使在集中营暗无天日中 即使在最后 枪声响起死亡来临的那刻 依然散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芒 他用尽全力 在集中营的悲惨世界里 为儿子营造了一幕幕美好的幻想 电影的最后 贵多的儿子Josha和妈妈在阳光下拥抱 他大声喊着说 我们赢了 那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他的父亲已经去世 电影响起旁白 是Josha年老的声音 那么这部电影 就能够理解成是他的回忆 在他的回忆里 他的父亲依旧是那样鲜活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活着 枪炮 炸弹 毒气 死亡 饥饿 我还要加上一样 病毒 这些东西看似强大 但最后的胜利者却只能是人和生活 真正的光芒就好像贵多 朝他儿子扎眼的那一刹那 意思是 无论怎样 只要我们不害怕 坚强 快乐 盼望 人生终究美丽 于是我们总会赢 人生万变 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请允许我尘埋落定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 满身风雨 我从海上来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该隐瞒的失踪清晰 千言万语 真能无语 爱是天使 地里的迷信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啊那一个人 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 却换来半生回忆 若不是你渴望眼睛 若不是我就输心情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情云虚我尘埋落定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 满身风雨 我从海上来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该隐瞒的失踪清晰 千言万语 只能无语 爱是天使 地里的迷信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啊那一个人 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 却换来半生回忆 若不是你渴望眼睛 若不是我就输心情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该隐瞒的失踪清晰 千言万语 只能无语 爱是天使 地里的迷信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背景 咗嘀 祢 咗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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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平安 欢迎收听维生细语节目 我是苏时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犹太人的故事 母亲的生日礼物 有一个母亲 她有三个儿子 事业都很成功而且富有 母亲过生日六十大寿 三个儿子都准备了昂贵的礼物 要送给母亲 大儿子送母亲一栋大房子 母亲吻泄了 说我年纪大了 住那么大的房子 太冷清了 还是现在的老窝比较温馨 二儿子呢 送了母亲一辆豪华轿车 母亲感谢了一番 也退回去了 说这么大的车 开出去的确拉风 但停车的时候 真不方便 开这种车的人都是聘请司机的 那太麻烦了 我还是开原来的小车 最方便 三儿子对哥哥们说 你们送的礼物都太熟悉了 是重视物质生活 要知道母亲是虔诚的教徒 她重视的是精神生活 应该送她比较属灵的礼物才对 于是三儿子就送了母亲一只经过训练的鹦鹉 这只鹦鹉可以背出整本圣经 只要问她哪一章哪一节 鹦鹉就可以马上说出来 三儿子非常得意地对哥哥们说 这只鹦鹉我可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多钱 才请人慢慢训练出来的 母亲一定会喜欢 果然 母亲收下了她的礼物 让三儿子非常得意 不多久 三儿子就接到母亲寄来的感谢函 称赞她说 你送我的生日礼物最贴心了 那只火鸡啊 真是太美味 太好吃了 原来母亲老眼昏花 根本分不出是鹦鹉还是火鸡 她把鹦鹉当成火鸡 烤了一个火鸡大餐 吃掉了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三个儿子 哪一个是孝顺贴心的孩子呢 老实说 一个也没有 他们都不了解母亲 大儿子二儿子 不了解母亲的心理 不了解母亲根本不需要 也不喜欢大房子 或者是大车子 而三儿子呢 自以为最贴心 却连母亲的生理状况都不清楚 母亲眼力衰退到 连鹦鹉和火鸡都分不出来 是不是已经换了白内脏 或是什么毛病了呢 这个犹太人的故事 让我们想想 什么叫做孝敬父母 在犹太人的实界里 有一条是要孝敬父母 这三个儿子 表面上似乎都做到了孝敬父母 其实并不真的了解母亲 不了解她心里想什么 怎么想 也不了解她实际 身体的状况 这样 其实算不上是孝敬父母 德雷莎修女说过 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责任 看不到对方的需要 就不算是真爱 很多自我中心的人 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来爱 还强迫别人要接受自己的方式 那实在不算是真爱 真爱是要以对方为主 真正关心对方 了解对方 才能看到对方的需要 看到自己的责任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嘴上说我们爱母亲 但我们是不是也像 这三个儿子一样 自我中心 自以为是 用自己的方法来爱母亲 只做表面功夫 并没有真正关心母亲 了解母亲呢 今天就让我们花点时间 花点心思 去了解一下自己母亲的状况 还有他们真正的需要吧 谢谢大家收听 如果还想收听更多节目 可以上恩语之声脸书 或浏览恩语网址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逆着的泪 不想多说什么 忘了在你眼中 是这城市彩虹 朋友就陪你沉默 看这水马龙 看没星星的夜空 You're never alone 你好久没说梦想 说到眼睛发亮 不可一世的笑容 连我都没感动 我没说改变世界 却没世界改变 记得你要我提醒 别改变太多 莫忘初衷 莫忘初衷 别忘那一年那一天 出发是心中的梦 难免会受伤 注定要心痛 别忘了还有我老朋友 陪你You're never alone 这些年如何走过 连地都在心中 人生这一杯酒 滋味已经尝尝 每个人都不容易 那也都走到这里 我们就看看命运 还要安排什么 我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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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那一年那一天 出发是心中的梦 那边会受伤 注定要心痛 别忘了还有我老朋友 陪你You're never alone 优优优独播剧场 战车飞翔 只能碍云鸟笼 天空还很宽敞 还在等待彩虹 但一雪风霜惊光 你才能承受结果 就淡掉这杯酒 心有始有终 莫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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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那一年那一天 出发是心中的梦 难有回事 别会受伤 注定要心痛 别忘了还有我老朋友 陪你 you're never alone 别忘了还有我老朋友 陪你 you're never alone 人生万变 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呢 从恩与彩虹的节目开播以来 在我们的这个赞美诗歌 欣赏的部分 选来的赞美诗 都是很慢的 然后就是很抒情 很悠扬的感觉 那所以每次呢 在听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面 也同时会浮现了 我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啊 看到师班园站在台上 他们穿着整齐画衣的袍子 然后呢 齐身的来唱这些的歌曲 但今天呢 我想来点不一样的 同时呢 也想改变一下 很多朋友对诗歌的 那个刻板印象 就觉得说 诗歌一定是标高音啊 然后尾音要拉得很长 然后唱得越慢越好 那其实呢 要用一首诗歌 去表达内心的那个感受 特别是在感恩跟赞美的部分 除了是用很抒情的唱法 那当然也可以用很轻快的曲调 来表达我们内心的喜乐跟感恩啊 所以今天选来的这首诗歌呢 是一首很轻快 很活泼的歌曲 叫做 He keeps me singing 不住的歌唱 这首活泼轻快的圣诗 让人马上联想到 诶 创作者应该是在他人生最高峰 或者是最幸福的时刻 来创作的吧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Luther B. Bridges 他生在美国 是卫理工会的牧师 以及布道家 17岁 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懵懵懂懂的年纪 但是 Luther B. Bridges 他已经知道 他要走的路 他要将他的一生 奉献给上帝 同时他也知道 他的这个决定 将会使他跟名利绝缘 而且要过的是 辛苦的生活 但是他义无反顾 作为一个布道家 他不断地走访各地 不停地面对 各样的挑战和困境 也遇过被拒绝 也曾经面对 失望跟沮丧的时候 但是他甘愿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人生 因为他知道 他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 结婚之后 和亲子也过着 拮据的生活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以基督为一家之主 同心侍奉 有什么好的过 跟你的伴侣 有同一个信仰 同一个价值观呢 随着三个可爱的孩子的到来 生活虽然很简单 但却也是一个 令人羡慕的快乐家庭 那可能你在想说 这首不住的歌唱 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 人生最圆满的时候 创作的吧 那其实事实刚好相反 时间去到1910年 Luther B. Bridges 因其他城市的邀请 到他们那边去主持 两个星期的分心会 那他将妻儿 安置在岳父母家 这次的分信会非常成功 很多人得到了激励 而他也在会中 时常提到 妻子和孩子的故事 可想而知 他是多么地挂念他们 在大会结束之后 他迫不及待地 要跟妻儿相聚 但是没想到 等待他的 却是一个噩耗 他的岳父家失火 全家葬身火库 无一幸免 你能够想象 一夜之间 失去所有至亲的那种痛吗 所以当他赶回家的时候 他的亲友都很担忧他 要如何面对 这个追星之痛 有人也担心他 会精神崩溃 有人在想 他应该会埋怨神吧 但是他却做了 一个很特别的举动 叫人既感动又意外 同时对他所信靠的这位神 有了一个新的诠释 因为Luther B. Bridges 他的信心 没有因为这场悲剧而动摇 反而去安慰 前来慰问他的人 在仗礼过后 在寂静的寒夜里 在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 只有上帝跟他相伴 他含泪写下了这首歌曲 并且补上了 优美动人的曲调 He keeps me singing 不住的歌唱 很难想象 是一位在一场火灾当中 失去他所有亲人的人 所写下的这首歌曲 虽然他 还有我们大家都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这么悲惨地 失去家人 但是他并没有责问神 而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和力量 承受这一切 也成为神仆人的楷模 也让我们想起了 圣经里面罗马书的这一段话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相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都不能够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里的 他的招遇 让我想起了 另外一位赞美师的创作者 Sparford律师 他在一次的海难当中 失去了他的四个女儿 当他的船 经过事发地点的时候 他安静地坐在船舱里面 写下了一首赞美诗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得安宁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 同样在灾难中 失去挚爱的 Luther B. Bridges 他过后的生活 几年之后 他和一位音乐教师结婚 从此也专心步道 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经远赴苏联 比利时 捷克等地方 做海外的宣教工作 继续将他的生命 交给主 愿以他的故事来激励 在伤痛中 在患难中的人 最后以这首歌的中文版 不住的歌唱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个星期天 同样的下午四点钟 我们在恩与彩虹中见面 在我心中有美妙音乐 十足温柔的对我说 无论如何是不要害怕 我的平安与你同在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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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充满罪恶斗争 痛苦破碎要心痛 耶稣出取生命的端玄 再次发出美妙神 享受他丰盛奇妙恩典 安息在他恩赐下 畅阳望旧主持强笑容 如我常欢常送赞叹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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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甜美之谜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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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高费向那荣美的 与他同掌权作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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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一天美之谜 看住我心所有科目 一路歌唱 重赞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 día • 守典 不说明 您重赞 gemacht